不過我今天來這邊不是 是一個以失敗者的立場來分享這件事情 大家看到黑客松有這幾種 針對非企業的黑客松 企業的黑客松 這個還蠻常見的 他們整個特命主題 請外面來組隊競賽 這個功能上還有宣傳燒摸 跟郊遊的一些功能 那麼企業內部黑客松在台灣比較少聽到 那麼他跟外部黑客松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產生有大概大份反的就是這件事 然後他的主要的功用是 他讓員工有機會推移 他沒有機會做的專案 然後他會有一些 新的技術的嘗試和內部交流的作用 那麼 那麼我提案中的模板大概是這樣 就是主辦方是一個中小型企業 或是企業中的一個部門 那他可能是每兩月或一年一次 然後一次跟我們一樣自己整天 那理想上是放下前一天 會大家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參加這個對象就是部門員工 不過希望是跨部門都可以 都可以幫我們參加 然後沒有參加人就正常工作 邀請外國人是也是有可能的 那內容上你可以限定成說要和公司業務相關 那你可以把它成為Open Source 如果在Open Source的話 你可以在GitHub開一個固定的 我感覺請去管理這些東西 然後流程跟我們現在就很像 就是提案交流 然後hack最後就是demo或專項 可是你要 不過你不一定要競賽 因為內部人大家都認識 他們目標可能很具體 那食物一樣是在旁邊行三個準備好 就不用被砸斷 然後那場地的話 理想上只需要聚起來再會一次 平常在hack 大家在自己做一場就已經有了 然後你可能會需要一個委員會 可能最小可能一個人嘛 然後就負責辦活動 然後整理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些東西之類的 那麼對員工來說的話 那XX中一定比這樣都好啊 至少會來這邊大家應該都這樣認為 然後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專案 主要是 主要是這樣子 那麼比較困難的事情 是對公司來說的問題 那如果是每兩月一天的話 它的成本 它的基本成本就是2.5%的公司 然後加上當天的食物跟活動的花費 以及委員會運作成本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他們的收益 有可能的收益 第一個是會提升公司向行李 然後員工的個人技能會有提升 因為他有機會練習這種運動 然後會有一些額外的內部姿勢 因為他可能是跨路 所以之前有很多 沒有機會運動到的環節 是有機會可以嘗試 然後他可能會有額外的專案很多 或是他甚至可以帶來一些公司的情況下 那如果你有開源的話 你還可以甚至還可以跟對外界有抖愛的互動 那麼這件事情的成立條件 基本上有三點 第一個是基層有願意參加人資夠多的 然後第二個是委員會他必須要能夠永續經營 第三個就是公司管理階層必須要點頭 那判斷這些條件 基本上前兩個就是看人工組成 那如果你公司的員工是大部分的 就是你部門裡面人資大部分都有意願 參加這種活動的話 然後有足夠多人有意願來 辦理這件事情的話 那麼這部分就是基本上是比較OK的啦 那麼第三點是比較困難 就是讓公司的員工點頭的方式 就是說服主管 利大於B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在嘗試的時候就是卡在這一關 所以就沒辦法做成 那不過 不過我今天在會場上有遇到有人有成功案例啊 就是Miausky跟那個Jeff Hong他們的 他們公司已經有成功運作過好幾次這樣子的活動 那除了他們之外有沒有人是也是有這樣成功運作的 那沒有啊 那沒有啊 好所以我之後可能會收集他們的意見 然後把這些訊息分享出來 然後就是希望這個東西 這個文化可以繼續被破產出去 然後讓更多的企業有機會嘗試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分享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